苏德战争中的女子狙击队拿起枪指保家卫国 苏德战争中在演技中的狙击手手中拿着的是装了背景的SVT-38托卡列夫自装步枪 苏德战役中的女子狙击手在这场战争中 苏军涌现出来许多金国英雄为抗击法西斯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1944年8月 加拿大第一装甲旅正朝着意大利北部进攻 该装甲旅后还参加了击溃德军莱因河防线的战役 一名在诺曼底战役中投降的德军士兵 在盟军士兵的询问讲 他说自己是一名俄罗斯人 由于在东线战役中被德军俘虏 从而在后来被德军冲入部队 拉到了西线战场作战 1941年在芬兰进入战争之后 同德军成为了盟友 这张照片为德军军事援助人员在芬兰境内 同两名芬兰小孩玩耍 男孩子骑在一辆军用摩托车上 在西线战役中的两名德军士兵 一名机枪手和一名机枪装弹兵 机枪枪口前冒着子弹出塘的白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